咳 是时候展现六种洋葱消耗大法了 三款洋葱小菜 可香 可甜 可粉 三款下饭神菜 配鸡 配肉 配蛋 洋葱都是灵魂 按照惯例 还是先搞个快手小泡菜 半颗洋葱 切丝 倒出我仅剩的一堆堆白醋 加两倍凉白开 一堆堆盐和糖 微波一下融化开 消毒玻璃罐 塞进洋葱丝 倒进腌料汁 蜜蜂 笨藏 腌子一叶 它就被浴染成了梦幻粉紫色 生洋葱的辛辣味变得稍稍柔和 爽脆中又特殊明亮的酸 夹进三明治或者裹进卷饼 特别点睛 吃不惯生洋葱的话 不如来炸个洋葱葱油 另外半颗洋葱 切粒 小锅里 倒入和洋葱1比1分量的油 油微微热的时候 就倒进洋葱里 转中小火 慢慢炸干它的身体 趁着空档按屏幕上的配方 调一碗酱汁 等洋葱被炸得干干瘪瘪了 香气都伸到油力了 关火 一手倒酱汁 一手开锅盖 等枇杷声变小了 再开盖 倒完沉底的糖 久匀 装罐 米蜂 冰箱能放半个月 啥时候肚子饿了 就煮一把挂面 拌两勺葱油 五分钟就能get完美的葱油拌面 吸溜一口 香得上头 如果你家的洋葱实在太多 那这个焦糖洋葱绝对是终极消耗大法 抓来洋葱一加三口 来口大锅 倒油 下洋葱酸 炒 期间捏上洋葱盐 有黄油库存的话 也来一小块 全程中小火 每个五分钟 间歇性翻拌一下 直到它从满满的一大锅 浓缩成焦糖色的一小波 这就是洋葱焦糖化的过程 没有加糖 吃起来却甜津津的 盛出蜜蜂 冰箱常备 炒饭烧肉时 都可以快上一勺 增加鲜甜 或者直接用这个洋葱精华 抹面包配炒蛋 也是很妙 搞完三道洋葱小菜 可以来吃个鸡了 街道发的是根 我还成半包 对半展开 加这些原料 软一软 一个洋葱 切块 掰开 热锅 倒油 不仅腌好的鸡块 中火煎到两面上色 捞出来 不用洗锅 下洋葱块 再配点珍贵的姜片和葱段 爆香 重新叠上鸡块 中小火焖上七八分钟 锅底的焦化层 可以用铲子这么剥一剥 这一锅呢算得上是低配版的绝绝鸡宝了 鸡肉鲜香入味 洋葱被炖得软糯 没有加过水的浓郁汤汁里 满是鸡肉的香气和洋葱的清甜 吃完鸡再用洋葱炖个肉 半个洋葱 加两三半蒜 料理机打碎 几朵泡发的香菇 也打碎 热锅 倒油 下猪肉糜炒得发白 先盛出来 倒进洋葱碎 炒得半透明 再下香菇碎 肉末也回锅 加屏幕上的调料 炒匀 倒进香菇满的泡澡水 再补点清水与肉平齐 小火慢慢炖上半小时 让肉香弥漫整个屋子 中途可以再对两个打花刀的水煮蛋 一起炉 香气超迷人的洋葱肉燥饭 这款肉燥可以叫饭遭殃 面遭殃 粥也遭殃 炖上一锅 能吃两三顿 要是家里没肉了 那你还可以试试这个葱椒鸡蛋酱 三颗蛋 打散 洋葱和青椒 切丝 按照这个配方 拌个酱汁 加水调开 起油锅 炒散鸡蛋 盛出备用 再下洋葱青椒丝 爆香 倒进料汁 鸡蛋回锅 一起炒得酱汁粘稠 全程不过三分钟 出锅 青椒辣 洋葱甜 鸡蛋吸饱了酱汁 搞个盖焦饭盖焦面都可以 这个鸡蛋酱真的堪比肉香 最后我还留了个洋葱 如果你们买到肥牛 可以烤个牛洞饭 如果你家还有番茄 可以做个北肥蛋 而我妈只要你长按一个赞 你还有什么洋葱吃法 发在评论区我看看 我是贝果 记得关注我